电影痞子英雄主要演员 焦耀廷与Angela Baby四二线生戏院 让现场民众为之疯狂 粉丝的热情更是让焦耀廷印象深刻 我觉得昨天晚上有一些问题还蛮 还蛮让我感到温暖的 是会问我们说 比如说下一集什么时候拍啊 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啊 然后有一些痞子英雄迷还问导演 耀男导演说连戏的问题 说从电视版连到电影版 好像中间有一些不连的地方 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让我们感动的 真的非常感谢所有彼此英雄迷 演员出了陪影明看电影外 这也显Angela Baby第一次看到自己在大萤幕上的表现 让他感到很满意 我觉得看完之后真的非常的激动 然后刚刚其实一直心情还在很激动的时候 说话都很颤抖 因为到最后实在是太紧张了 我觉得我的心就快跳出来了 所以大家要感受这一份激动 记得要进电影院哦 其实感觉还蛮喜欢的 也真的 我觉得要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 还要谢谢导演 真的 Angela Baby难得先生为电影做宣传 还亲切地为粉丝们收上爆米花 看Angela Baby的风潮不容小觑 上午视频里的太不报道